徐绍强的十个冷知识 第一 古龙是被徐绍强喝酒喝死的 这个夸张的猜测 是网友根据徐绍强醉酒时的爆料得出的 在古龙生前徐绍强说 古龙知道自己不能过度饮酒 但他很喜欢和志趣相投的徐绍强斗酒 加上徐绍强也爱酒 所以从未劝阻古龙 第二 如果不是徐绍强在关键时刻玩消失 天王巨星的宝座一定会有他的位置 1983年 立地为了对抗死对头TVB 推出大热剧天残变 当时的剧都是边播边拍 戏还没拍完 徐绍强接受对家贿赂晚起了消失 大为恼火的立地直接和他解约 而因为他的背心弃义 TVB也不愿和他合作 最终徐绍强成了这场战争的牺牲品 第三 徐绍强在剧组 对张国荣的17岁女友雪莉一见钟情 便展开了疯狂追情 虽然两人相差15岁 年少无知的雪莉 沦陷在了徐绍强的猛烈攻势下 气张国荣转身投入徐绍强怀抱 第四 1992年徐绍强因事业 武状元苏起而离的大反派 赵无极再次翻红 可让徐绍强不解的是 自己和周星驰没有交集 他为什么找圣灵狼藉的自己拍戏 后来他才知道 在周星驰还是小透明时 是徐绍强帮忘记贷钱的周星驰付了酒钱 第五 徐绍强和雪莉同居不久后 未成年的雪莉怀孕 他这时才知道徐绍强已婚有娃的事实 在徐绍强离婚取你的承诺下 雪莉为他生下一儿一女 最后两人登记结婚时 徐绍强已忘了带离婚证拒绝登记 看不到希望的雪莉 带着两个孩子愤然出走国外 他们的感情也不了了之 第六 徐绍强年轻时 是人人羡慕的香港黄金股票市场会计 因为气质独特 别人建议他做演员 徐绍强的父亲得知 他要放弃稳定的工作做演员 是一百个不同意 第七 徐绍强有多段婚姻 初婚适合圈外妻子 当时徐绍强刚入行 对于妻子的默默付出 他没有珍惜 反而把妻子抛弃了 和第一任妻子离婚不久 他和第二任妻子凤子成婚 但也没走到最后 到徐绍强六十岁时 娶了小三十岁舞蹈演员 并为他诞下一女 第八 沉迷于酒色的徐绍强 身上那股吊耳郎当的流氓气 令无数女人着迷 还时不时地传出他不少风流运势 如今成为网红杀手的他 经常出现在各大网红的视频里 第九 徐绍强巅峰时 找他拍戏的剧组实在太多 立地为了保证天残变的拍摄进度 便安排麦当雄 做徐绍强的临时经纪人 只要徐绍强有时间 就立马把徐绍强拉回剧组赶工 第十 徐绍强如今已是七十三岁高龄 被何嘉靖称为横电之神 热衷演戏的他仍穿梭在各大剧组 不服老的他扬言 只要有人找 就一定会拍戏